我是舅 舅爱五十三 今天讲阿嬷的故事 不知道是不是快七月份了 隔壁的阿嬷 她到处求神问佛 她都跟我说 最近她都被鬼捏 而且捏得全身都是伤 我也很好奇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就去看 阿嬷真的手背都瘀青 原来阿嬷缺维他命C 她的血管破裂了 她孙子只要跑到她身上 抓一抓 撞一撞 阿嬷 她的手就是轻一筷子一块 她的手背啊 她整个就是微血管破裂 很严重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问之下才知道 奶奶怕酸 她有血糖问题也不太敢吃水果 所以长时间维他命C不足吧 而且她有在吃药 她在吃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会这样 她会造成维生素C的一个流失啊 对 也会让C的吸收变得比较不好 哦 所以她才会觉得 自己以为被鬼捏被鬼附身了 因为她都找不到原因啊 她说她孙子只要往她身上爬一爬 往她孙子上这样子揉一揉捏捏 整个就都瘀青耶 奶奶害怕呀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知识才有选择权 因为她不懂就心生恐惧嘛 哎 这是真的 嗯 真的 为什么缺乏维他命C会严重的会变成这样 嗯 维生素C呢 协助胶原蛋白的合成 那胶原子就等于是我们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水泥 所以就你可以想哦 我们的砖块就等于是细胞一个一个叠起来 中间的水泥是不是要足够 嗯 才能够抵挡风霜嘛 对 那对身体来讲 细胞跟细胞之间的胶原子如果足够 我们才能抵挡细菌病毒啊 我们组织才会强健 不然血管容易破裂 你当然就会看到这种瘀青的现象啊 所以假如是说 我这阵子如果发现他很容易瘀青或者流血的话 就是缺心啊 有可能哦 那还有什么症状吗 你会发现牙龄开始会萎缩 因为我们整个牙床 那不是牙周病吗 不见得是牙周病 牙床会萎缩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的人夹牙漏出来了 嗯 或者尺缝变大了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会跟你说 哦 我都吃肥肉 我不喜欢吃瘦肉 瘦肉会卡我的齿缝 哦 哦 甚至他经常要用牙线一直去清他的牙齿 因为都会一直卡菜渣 他的胶原质流失 整个的齿缝变大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嗯 那当然你说的牙周病 整个牙床不健康 甚至有的人到止牙的时候才发现 哇 自己的牙床的骨头也骨质疏松了 他不一定能止牙的耶 胶原蛋白不足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器官的健康 比如说我们的脏器他都需要一些韧带去定位 可是如果胶原质不足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下垂啊 哦 原来哦 是啊 那要怎么吃啊 考一下 维他命C比较多的食物有哪些 柠檬啊 水果之类的 嗯 也是啦 广泛来讲就是柑橘类的水果 对 或者是像巴勒的芯 就不要丢掉哦 巴勒要吃纸哦 就是那个芯 当然就含纸会吃下去嘛 嗯 那你知道吗 我们在吃水梨的时候 你觉得比较酸的是在靠近芯还是肉 那个芯啊 是啊 所以越靠近核心的地方 他的维生素C最多 可是都被你丢掉啦 啊 酸酸的地方反而是维生素C最多的地方 是 所以我如果真的打果汁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全食物营养嘛 嗯 我就会把水梨的芯 它的籽一起打进去 那如果我要纤维多一点 我就连火龙果的皮都一起打到果汁里面 火龙果的皮也可以吃啊 可以 很多东西他的皮啊果肉啊 几乎都是可以吃的 是因为你不喜欢吃它 就像我们吃葡萄 很多人也把纸都吐掉啊 葡萄的皮是比较酸 是 他的花青素也比较高 维达命C也比较多 可是你有吃下去吗 不好吃 因为你吃葡萄土 葡萄皮啊 哈哈哈哈 还吐葡萄纸 对 所以我甚至有时候打果汁 我是整个柠檬连皮我都一起打 哦 对吧 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勤俭 然后真的把食物营养都给吃进去 对 可是真的啊 我相信其实它存在一定有一个完整性 你如果全部把它吃全食的话 一定会更均衡 而且会吃到很多 平常是吃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现代人都是挑好吃 而不是该吃的 太精致了吧 除了精致我们都是以口感为主嘛 嗯 我们就问一下 你们家的小孩是吃爱吃还是该吃的 当然是爱吃啊 你现在真是挑食的不得了 对啊 你给他一盘水果他比较喜欢 还是给他一杯果汁 一杯果汁吧 是啊 如果再加点蜂蜜是不是更好喝 我倒没有很建议经常喝果汁 嗯 因为常常喝果汁 其实也怕你血糖高 而且喝果汁 有时候份量会吃太多 来你看哦 你如果吃一颗苹果 你是不是有饱足感 对 请问一颗苹果打成果汁 你浓度够吗 不加糖好喝吗 哦 了解 因为通常打果汁就会再加糖嘛 对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喝果汁来补充维他命C 你一定要先计算好份量 先把水果量算好 比如说我是要放半个苹果 我放半根香蕉 我放一杯牛奶我就是定量 你有没有发现没有定量都吃很多 对 对 你容易血糖偏高哦 倒是有一个不错的pepper 我们在吃蔬菜的时候顺便吃水果 比如说现在的水果有时候好甜哦 那你可以切一些水果再切个小黄瓜啊 切个大番茄啊 切个西洋芹啊 把生菜跟水果一起吃 这时候维他命C也会比较多 下次你如果发现哦 手脚整个都瘀青哦 别忘了 这不会只是发生在阿嬷身上哦 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是的 如果一直身上有瘀青 一个我们会怀疑 维他命C是不够 可是再来有可能是真的身体有一些 宁血不良的问题 那这个你就得要去医院做检查咯 所以不要轻忽我们身上的一些 比较异常的一些状态 我想身体是自己的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了解 自己的健康 对啊 其实人家说啊 疼痛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他就是告诉你 你有些问题了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 如果你都不会痛 那你可能活不了几年 如果有什么征兆啊 记得了解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 看看能不能直接预防这些问题 不要再去什么 求神问谱了 对 我是Joe Joe爱五四三 虽然五四三 只说实话 不说废话 既然你都听到现在了 那要记得按赞 订阅 加小铃铛哦 你的支持 真的对我很重要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 跟赞